好 接下来都是女性的国际新闻人物 最新的消息刚刚为您报道的 英相诞生了最新的外相呢 是不出我们各界的预测 是由原来的外相特拉斯 顺利出现担任首相 她成为新任党魁 那么这位新的女首相将接替强森 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 同时呢在星期二立刻就任 接下来的女性国际人物是公主受训 画面上是16岁的西班牙公主利欧诺 她是目前西班牙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即将踏上女王养成之路 也就是跟她父亲走过的成长之路一样 她明年先进入三军军校受训 再上大学攻读法律 报道当中除了她之外 挪威和比利时的长公主 都在大学之前或是寒暑假 必须接受军训或者服兵役 因为她们都是未来的女王继承人 可能人选 因此必须经历过长民的生活训练 也要在军队中学会团队合作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的51岁生日 没有大肆庆祝 而是选择远赴伊拉克老军 上任前的人生 菲利普六世早就失去了许多欧美年轻人 高中生大学之间的gap year 探索年 从加拿大的高中毕业后 回西班牙先后进了三所军校 陆海空综合基础军训完毕 才去读大学 画面中懵懂拍手的梁小公主 现在也已是十五六岁的少女 欧洲各国王室 虽为虚伪元首 仍有接地气得民心的义务 现年十六岁的西班牙大公主 利欧诺 明年也要开始进入 陆海空三所军校 严格军训后的大学主修 也已被选好 要读法律 就连暑假时 家庭旅行前 也要先与民众握手致意 美美苏菲亚公主文静天真 姐姐利欧诺公主只年长一岁 兼负重任却多了一整个国家 今年才十六岁 已经要带着妹美 甚至单独代表西班牙皇室出席活动 因为如果爸妈没有再生一个弟弟 利欧诺就是未来的西班牙女王 跟她一样必须走完女王养成班的 还有现年十八岁的挪威公主 亚历山德拉 别人的十八岁生日可能有狂欢派对 亚历山德拉却必须正经八百参观国会 然后面对政要名流致辞 因为全国人都在看 私下开朗爱运动的她 也必须陆续服完十九个月的兵役 挪威皇室目前采行绝对长子继承治 一旦身为王厨的父亲过世 亚历山德拉将成为六百年来挪威皇室第一位女王 跟她类似命运的还有这位陆军小队长 公主没有暑假 比利时陆军宣传影片中脸上涂着迷彩带队的 是现年二十岁正在牛津大学就读的伊丽莎白公主 精通五国语言 气质开朗 稳重大方 深得民心 1991年比利时修法 皇室不限男性继承王位 伊丽莎白成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匍匐前进操练气喘吁吁 接近摄氏零度气温下睡在树林里 一切全都在摄影机镜头下 被全国国民检视 由于比利时国王是名义上的三军最高统帅 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 韩暑假得回国受军选 其实对伊丽莎白公主 来说军训不算困难 上大学前 她也已受过比利时皇家军事学院的严格操练 比其他军训学员更难的是 伊丽莎白公主还得请假回布鲁塞尔 履行皇室成员义务参加晚宴 之后再回来树林里睡帐篷完成军训 父亲菲利普国王现年59岁 伊丽莎白公主未来成为比利时史上第一位女王的可能性相当高 尽管才20岁已开始扛起责任与义务 TVBS新闻综合报道